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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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地举行的夜间大奖赛终于落下帷幕 那你昨晚看了这场比赛吗 说起来今年已经是新加坡第七次举办这场盛大的赛车比赛 那本地的公众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每年比赛期间呢 市中心一带都会封路的情况 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这张地图就显示 一些路段在今天早晨五点半之后已经解除封路 例如淡马西道一带 那接下来各种比赛设施将陆续被拆除 预计所有的道路到了明天 也就是星期二早晨五点半 就会全部解除封路 重新开放给公众 而在昨天晚上举行的夜间大奖赛上 马赛地车手汉密尔顿延续了他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好势头 不负众望夺得冠军 把焦点转向国际 来关注英国两名游客在泰国格道岛遇害的案件 泰国当局为了加速破案的进度 把悬赏的金额提高到了71万泰铢 也就是将近3万新元 那目前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犯 并着手进行深入的调查 当局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警方从案发附近的酒店和餐馆 搜集了30个人的DNA拓氧核糖核酸进行化验 调查也显示 英国24岁女死者的体内有两名男子的经验 另外警方在发现遗体的海滩上找到了一个香烟地 这个香烟地和其中一名男子的拓氧核糖核酸吻合 当局已经锁定了两名嫌犯 他们分别是泰国人和缅甸客工 这起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命案 验尸报告显示24岁男死者的肺部积水 有溺水的迹象 两名死者头部严重受伤 警方初步判定他们被重物猛击而毙命 塞拉利昂的全国封锁结束 不过当局还是计划要延长全国封锁的时间 来更加全面的遏制伊波拉病毒的传播 塞拉利昂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实施全国封锁 只允许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街道上走动 当局在过去三天一共发现了56起伊波拉的确诊病例 还有掩埋了大约100只遗体 有报道指一支帮助掩埋患者遗体的志愿小组 在前往疫区执行任务时遭到当地居民的袭击 不过袭击者在警方抵达之后落荒而逃 而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利比利亚 政府宣布将增加4倍也就是大约1000张的床位 来应付迅速增加的病患人数 另外美国派遣的军人也已经陆续抵达利比利亚 协助建造医疗中心和训练那里的医护人员 为了防止病毒出境 尼瑞利亚当局也对好几千名 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朝圣者进行严密的检查 为了防范伊波拉 沙特今年拒绝了塞拉利昂 利比利亚和几内亚的居民前去朝圣 我们把镜头拉回到本地 洗肾的病人在过去7年来有增无减 那其实通过预防 比如说改变饮食习惯 是可以降低患上肾脏病的风险的 那NKF决定出动宣传巴士 到学校和社区去传达预防和治疗肾脏病的信息 预计在一年之内可以为5万名国人服务 来看我们的记者黎嘉宜的报道 我国每天有4名国人患上末期肾脏衰竭 NKF因此希望借由宣传巴士把预防信息传达给公众 巴士每逢周一到周五开到学校 每天开网两所学校 到了周末宣传巴士开网民众俱乐部 免费为居民做健康检查 9成的洗肾病人到洗肾中心洗肾 只有1成在家洗肾 NKF表示本地6成的肾衰竭病患 是由糖尿病恶化引发的 在新加坡 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 NKF计划明年再推出另一辆巴士 来专门提供和糖尿病相关的体检 这包括眼睛和腿部检查 来帮助国人降低患有肾衰竭和其他并发症的几率 新传媒新闻记者黎嘉宜报道 通过定期的检查 可以及早的发现 及早预防一些疾病 那大约900名有需要的居民 就到了玉朗医疗中心接受了免费的健康检查 医疗中心自8月起 一共举办了三轮免费健康检查的活动 免费健康检查活动 由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几个医疗机构一起举办 这是主办方第三年举办这项活动 那除了慢性疾病 居民今年也能检查是否患有大肠癌 大肠癌是本地男性当中最常见的三大癌症之一 好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还要带你去看 香港大专院校发起了一连五天的大科运动 为这人去真正的铺选 各地媒体报章怎么评论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看看各地媒体和报章都报道了哪些主要的内容 我们首先的焦点是在香港 从今天开始香港学联发起了为期五天的大专院校学生罢课行动 他们要抗议中国大陆政府日前做出的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 香港的《明报》就报道 香港2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将参与这次的行动 一些老师也声援学生们罢课 他们认为虽然罢课不会对政改起着什么作用 但是必须要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那就在学生们闹罢课的同时 香港的工商界的巨头到访北京 并且将在今天下午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规格接见 这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解读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政府要在更大的风波来临之前 团结香港的商界领袖 根据香港的《星岛日报》报道 这个70多人的访问团由前特首董建华率领 那成员就包括了李嘉诚 李兆基等等这些超级富豪 那这些把握着香港市场半壁江山的商界人物呢 大多都不支持学生们的罢课和泛民主派即将掀起的占领中环运动 恒基集团主席李兆基就指出 占领中环运动会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也不会对政改产生什么作用 而在他看来 如果搞砸了 大家都没饭吃 那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民众 在价值观方面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近年来 无论是民间的沟通和交流 还是政治改革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不合派的情况 明报所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超过六成的香港人认为 和十年前相比 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香港对大陆的依赖程度也更高 但是在这同时 多达七成的受访者就表示 对大陆人的好感在减少 也就是出现了香港对大陆越依赖却越讨厌的现象 这项调查也显示 去年到访香港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 比十年前增加了五倍 业界和学者都认为 香港的零售和旅游业都出现了对大陆游客过于依赖的问题 在另一方面呢 这也冲击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以及刺激了楼市房地产价格上扬 进而使得两地的矛盾持续升稳 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我们的邻国 马来西亚的小六会考泄题事件风波是一波未平一波有期 新中日报今天的头条就是 小六会考再次爆出泄题丑闻 这次发现被泄露的是数学和淡米尔文的试卷 早前当局已经发现英文和科学试卷的题目遭泄漏 并且已经展开调查工作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及泄题事件的14个人 其中12个人是学校的教职员 而这当中还有一个人是校长 通过泄题事件 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管理制度的问题 还有更严重的教育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嘛 学习的目的 它其实不单单是要应付考试 但是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 却使得学习和考试都偏离了它原有的目的和意义 那相信的是有需求才会出现这样购买考题 泄露考题的事件 然而呢 其实就算通过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取得好成绩 那其实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人 远比考试成绩来得重要 那为了生意兴隆 商家会绞尽脑汁 想出许多办法来吸引客户 在中国的湖北宜昌 就有一家购物中心 铺出了一条黄金大道 招揽不少民众去看新鲜 看热闹 来看台湾中国时报刊登的这一组照片 商家一共用了600公斤的金砖 来铺成这条黄金大道 它的总价值高达2亿人民币 也就是4000多万新元 那走在这一排排的金砖上面 不知道运气会不会变得更好呢 接着我们来关注的是股市动态 美国三大股指上个星期五 闭声时起落不一 欧洲各主要股市在小范围内波动 接着我们来看今早刚开盘的亚洲股市情况 分析师一般认为 本地股市在上个星期出现了超卖之后 这个星期还有上升的空间 而我们一直在关注的烟埋情况 除了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之外 同样也会影响股市 烟雾来袭 如果更多人去诊所看病 就可能会带动医疗保健领域的股价上升 另外F1赛事带动旅游业 估计也会刺激酒店肋骨 直接的支撑点是在3300点 如果它跌破3300点的话 下一个支撑点就会在3265点 主力点就会在3320点 只要在短期 就是说星期一和星期二以内 它有机会突破3320点的话 我们很相信它还会继续往上爬 那时候3360点就不太远了 下来关注的是星期二公布的 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结果可能影响整个亚洲市场 广告之后我们还要带你去了解 究竟怎样才能鉴别我们吃到的油 到底安不安全 一会儿我们请专家来告诉你答案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今天的晨光聚焦要带你去探讨地沟油的问题 台湾地沟油的事件是闹得沸沸扬扬 那上个星期四农狼局下令从台湾进口到本地的六样食品下架 可能有一些公众会以为 嗯那我不要吃煎炸油腻的食品 是不是就不会中招呢 不过随着检测发现 地沟油风波设计的产品越来越多 台湾香港甚至澳洲多个品牌的面包 饼干酱料等等都先后被查出了有问题 接二零三被回收 受事件牵连的企业和品牌越来越多 一些甚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用了被地沟油污染的石油 这对于消费者来说 根本就是房不胜房 那听了这么多 你对于地沟油的了解有多少 地沟油它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对于人体造成的危害又有多大呢 今天的晨光聚焦带你一起去深入了解 所谓地沟油 实际上已经不单是字面上所指的 从沟渠抽取的油 它其实是废气油的总称 除了沟渠捞出来的油 还包括了餐馆的废气油 煎炸回锅油 动物屠宰场的废料渣子等等 台湾这个月初爆出地沟油事件 揭发者抖出无粮商家制作地沟油的惊人内幕 一些餐饮业者透露 地沟油经过处理之后 就能够再次当食用油来卖 比起新鲜的食用油 价钱要便宜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 本地食品专家指出 黑心业者草菌人命 谋取暴力 无视地沟油对人体造成的严重危害 这些油它很容易经过氧化 酸败分解 然后产生一种非常有毒的致癌物 这个中文叫做多黄饭厅 英文简称叫P-A-H-S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源 其实动物实验研究已经显示出 如果说你吃了含有地沟油的食物的话 你会造成腹部不舒服 腹泻 腹痛 甚至肝脏不湿 如果你长期食用的话 还可能会引起肝癌 肺癌 甚至会造成发育不良 地沟油丑闻爆发到现在 台湾和香港已经陆续有超过 1500家企业遭殃 地沟油深入市场 公众也吃得不安心 那网络上呢 现在就开始出现一些 所谓的妙方 食物里到底使用的油 安不安全 一试过就知道 比如有的人说 用蒜头来炒油 或者把油放进冰箱里冷冻 看看会不会沉淀产生白色泡沫 甚至有的人还说 智能筷子可以测毒 那筷子夹起食物之后 感应器就可以告诉你 食物是不是安全的 到底这些坊间流传的秘方 有没有效呢 我们再来请教专家 因为晚上的留言是说 如果含有黄菌毒素 这个剥皮的蒜子很敏感 它就会变红色 但事实上很多地沟油 现在的剥法商家 它可以把地沟油做得很好 不含有黄菌毒素 所以你的蒜子不变色 不等于你这个食物油 不是地沟油 也有报道指 棍铁油吃起来比较油腻 有酸味 颜色也比较深 不过专家表示 通过添加化学物 地沟油也能够制作成 像新鲜石油一样 因此一般的方法 都难以分辨出油的真假 但专家说 要通过科学方式来测试出地沟油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里面南院太复杂了 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特征 来证明说 只要有这个共性 或者这个特征 在这个油里面 就可以证明它是地沟油 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沟油这么残绝 也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很快速简便 简单的方法来迅速检测地沟油 而中国现有的食用油安全标准检测 就已经出现疏漏 被揭发使用地沟油制作的 台湾全统香猪油 竟然全数通过了科学检测 各项指标都符合安全标准 结果令人感到意外 制作全统香猪油的公司 也是当地知名的大企业之一 那为什么地沟油 会有这么多人想要用呢 因为它本身的经济利益在那里 讲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 就是利益当头 那我们看到 其实检测地沟油 既然这么困难 那么要有效地防止它流入市场 是不是在费油回收这个环节 就应该要加强监管呢 环境局在授询时就表示 本地的费油回收都是在严密监控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本地费油回收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还有这些油被回收之后怎么处理 本地一项法案规定 每家餐饮场所都必须设置格油池 避免费油流入沟渠进入排污系统 而这些获得环境局执照的费油回收公司 就会定时到指定餐馆的格油池 将费油抽出并送到公用事业局的污水处理厂处理 至于一些无法设置格油池设备的餐馆 则必须将费油倒入费油收集公司提供的油桶内 再由公司定期回收 部分费油最后会被加工制成工业燃料 生物机油和肥皂等 一两个星期都来收一次 那这是要求 这是特别大厦的要求 不然我们是不可以丢在笼沟 会晒住 我们每天都有一堆车子在外面 回收我们的partners的费食用油 就是从他们的厨房里面 放进管子里面 桶子里面 然后把它收收回来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把它变成生物柴油 这家公司也表示 他们是本地首个研发出这种高端科技 能把废弃的食用油 在体炼之后转化成生物柴油 那这种高科技 是不是也能够将地沟油 再循环成安全的食用油呢 你是说把废食用油变成再可以吃的 应该是不用科技了 就是直接把它过滤了之后就拿来用 这个是很不卫生的 业者认为 地沟油已经根本不适合再作为食用油 因此废油回收的程序监控非常重要 当局必须将管制做到滴水不漏 避免肮脏油轻易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再送到我们的肚子里 我觉得还是需要加强的 因为现在除了我们之外 其他的非食用油都会有其他的渠道 被运到外国 到运到外国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再控制说 这个油去到哪里 也很可能就会去到好像台湾这个地方 然后又被提炼成食用油 可能又在产品里面 就用在产品里面又用回来新加坡 这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过能量局表示 一直都有同进口商及主要业者合作 只要台湾及香港当局查出哪些产品 受到滴沟油事件影响 就会将相关的产品下架 这次台湾爆出滴沟油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是掀起了千层浪 不只震惊社会 还引起了食品安全的恐慌 我们常常说预防剩余治疗 与其在事后再来捉这些 利益熏心的无良商人 不如先从问题的源头着手 严防这些废油 不被不法之徒用来制作黑心产品 保障我们吃下肚的食品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美食当前 也就可以吃得安心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